男人将一具尸体扔进水箱 腐败物混入了水里 不知情的租客正在漱口 竟然扯出一缕头发 等晚上再次刷牙齿 吃掉了更恶心的皮肤 而邻居当妈也好不到哪去 衣物混乱了米饭中 她却浑嫩不止 一口吞下 等第二天 小米拉着头发投诉房东 水不干净 但房东却不以为然 于是 她倒了一杯水给到房东 让她证明水是干净的 看着水里的沉淀物 房东还是一口全部喝完 这才将小米打发走 而自己却止不住的作呕 没办法 小米只能找到朋友 黄毛寻求帮助 只见黄毛倒满杯子 一口后碗 突然 发现嘴里好像吃到什么东西 拉开一看 是一个指甲盖 还有一只手指头 他们马上前往顶楼 准备擦干水箱 突然 一阵风跟盖子吹了起来 众人吓得拔腿就跑 回到房间 小米立刻将马桶 还有水龙头给分了起来 而朋友却不敢再逗留 留下小米一个人 此时 旁边的凶主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 他打开水龙头 见了一切事